來 陸棋派 開炮 陸棋派才是真正在座裡面 受購那些姊姊們 受不棄 受購 為什麼 因為我三個姊姊 當時姊姊連五十萬元都不願意幫我出 對 Sandy 賺那麼多錢 對 連五十萬都不願意幫我出發 這聽起來有點太屁話了 我想要抱怨的是 不管是哥哥 姊姊 我覺得他們都很愛面子 愛面子是怎麼樣 平常他好像 家長一不在的時候 他好像 弟妹 什麼狀況 你們現在什麼狀況 管你從衣服到髮型全部都要管 可是他有時候發號釋令 他也是會犯錯 我當時在台灣高中畢業 考上了美國的 Barkley音樂學校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結果 然後家人都很開心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決定說 要辦一個餐會 慶祝弟弟考上大學這樣 然後他們就辦這個餐序 想說大家難得可以聚餐 憲哥有空什麼什麼 然後結果到了吃飯當天 他們根本就沒有敲我 他們自己到了餐廳 已經開吃前菜 義式餐廳我到現在都記得 沒有約你 已經在開吃前菜了 不太幫你進攻 他們才訊息我 媽才LINE我 就是說你在哪兒 我說什麼在哪兒 現在是你們在哪兒吧 我人在家啊這樣子 他們說我們 雙腳然後沒有到場 我們在慶祝 你考上美國大學在吃飯啊 我說什麼時候決定的 你們在哪兒 然後到了的時候 大家就真的就繼續吃 第二道菜來了 然後做 我其實心裡是很不爽的 就是說今天是為我 就是慶祝的餐會 然後你們自己玩起來了 然後重點是 當老大的大姐 他就自己 他才會去主辦這個餐會嘛 對 結果他自己就是犯錯沒有敲我 然後一樣也打 你趕快做啊 你自己拿來吃啊什麼 沒事一樣 沒事一樣 對 我們做一點小事 弟弟妹妹做一點小事 都被罵得跟豬狗不如 你這個很帥耶 然後結果今天他出包 就是沒事 完全沒事一樣 這樣我真的覺得 當姊姊的 檢討一下 好 我們請Candy回應一下 來 她不想回應 她說不值得 你不屑啊 來來來 窒息也有苦 我真的覺得 大姐就是 真的嗎 用這個話講 因為最小的出生之後 她的愛全部被小的搶走了 所以你知道我姊姊是 你跟姊姊她幾歲 她三歲 四歲 真的把妳當小三 她真的想要把我雷死了 你知道有一次 我們就在房間玩... 然後突然沒有聲音 我媽就很緊張 就想說去敲門 動...就門鎖起來了 然後她就一直去找鑰匙 然後說開門... 死不開 然後也不講話都很安靜 後來她去開門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畫面 我媽嚇死了 我姊姊也拿著枕頭 然後她坐在枕頭上面 真的是要妳死 她真的要我死 對 你們差一點就看不到我了 差一點就被... 上新聞了 那個再久一點的話 整個臉黑那是要截肢 對 這樣還叫截肢嗎 截肢嗎 是中世紀的嗎 所以大姐很可怕 那無數可 那我過馬路 我都要很小心 我怕我姊從後面這樣推我 我跟你講 每個大姐大哥 都是兇手 你知道嗎 小時候也是啊 我哥練跆拳道的 回家喔 批你 我也沒得罪他喔 他只是為了練跆拳道喔 弟弟過來 怎麼樣 真的是要找一個對象練習 外面的我們又不能隨便弄自家人 有關心的 對啊 自家人 到底要找誰 對 老大 選你們聽不下去的反擊來 其實家裡的老二 排隊的老二 心機都超重 真的 心機都超重 跟你講 因為我們老大 那有被媽媽盯著 對 你們被我們盯真的還好 我們只有媽媽的一半不到 而且你要照 你們要不要是不是看跟我們交換 被媽媽媽看 沒錯 聽過什麼 要不要交換 下面又是妹妹的時候 你所有的那些規矩 都是我們先破壞後 你就很自然就跟著 把路拓寬了 對 都是我們幫你們的耶 你們兩個可以分開講嗎 對不起 我們真的太生氣了 你們怎麼可以想說 詹莉 妳有試著想要殺死過妹妹嗎 沒有 妳看 妳看 好可怕 我是沒有想要殺死妹妹 但我很怕我被我妹妹殺死 因為我妹是天蠍 天蠍會跟你玩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兩個會說 要搶玩具 那不然打一架 像我們那種試做就是說 那打架贏的帶走嘛對不對 那321開始喔 數到2的時候 天蠍已經出手了 對嗎 他試著說傻眼 欸 會殺嗎 不是講好了嗎 然後打 媽媽已經聽到那個被打的聲音 媽媽就開門進來 誰打誰 誰打誰 天蠍就說 誰打我 眼淚直接掉下來 好嚴喔 我是被打耶 我還被我媽打耶 然後天蠍就這樣 誰叫妳要跟我玩 沒口水 沒有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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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姐姐就是要 關於他們剛剛指 對 但是各位是個人問題 對 但是各位是個人問題 因為姐姐其實說到很無力 誰說 誰說大的一定要讓小的 沒有大的通常都會讓小的 老大最痛恨聽到自己 誰說都是我 誰規定大的一定要讓小的 基本上懂事不規定的 剛剛不斷地強調說 老大死不認錯這件事情 如果你們要覺得我們身為老大 我們死不認錯 就像我們老大也會覺得 父母死不認錯一樣 那個心態其實是一樣 因為我們就是 父母的一種投射鏡 因為媽媽就是這樣對我們 我們就轉身這樣去對 我們底下 對 確實 好像被說服 是不是這樣 而且我跟你們說 你們跟我們換 你們不見得扛得住喔 你們不見得喔 好可怕 我們聽下來呢 我們判定 老大 甄莉跟思佳 講得有道理 請回座 請回座 我們本來就是有道理 等一下請老二代表阿小柯 還有芳屁來接受審判 這組會很差耶 對啊 因為身為老二 怎麼就是沒有曬乾 對啊 就是 他們還有無法反駁 爸媽也嫌 老大老幼也嫌 好 對不對 對 來 我們就先請思佳代表老大 來控訴 存在感很低的老二來 他們真的有些事情 慶祝難吃 而且老二都很喜歡 把自己打悲情牌 對 我角落啊 我不重要 我怎樣又怎樣 真的是這樣嗎 我跟你說 老二有的時候 一些行為 狐媚更 比小三還要過分 很嚴重 所以說 我妹妹她就是那種 她看我有什麼 她說 姐姐妳有台隨身廳 妳可以借我嗎 這是我的 就算要借也是 我不用的時候借妳 合理嘛對不對 她討不到她會怎麼樣 好 我不跟妳要 她轉身跟我爸說 我只是想要借一下 姐姐的隨身廳 她就說 不可 我就是好想要一台隨身廳 然後就進房間 妝可憐那種 隔天早上起來 然後我跟妳講 她拿到就算 她就會來我房間 又在告訴妳 她到底要做什麼 妳聽一下給妳看 我這台是新的喔 對 爸爸買給我的 誰叫妳昨天 這麼討厭那邊喔 是不是 不過她說得沒錯 她後來淨化 她覺得用藥 因為像我們老大就不會去藥的東西 我們不好意思嘛 她想說我爸要點零用錢 還用鞋 爸爸 肚子好餓 不可以給點錢 花花嗎 這麼餓 從那個 門縫底下這樣 咻聲音 我是親眼看她這樣做 我想說妳寫這也太不要臉了吧 妳可以把她這樣講話 她說 妳也寫一張啊 對 妳也可以寫啊 對 妳也可以寫啊 對 妳也可以寫啊 妳寫啊 真的妳就寫啊 妳寫啊 我不敢 我不好意思 對 妳們太愛面子了 妳知道嗎 她講 桌上怎麼會有錢 我妹長錢 誰教妳不寫 對 對啊 因為老二是心機很重 妳怎麼會做得出來這種事情 然後妳做出來這種事情 就算了 妳還要炫耀 對 然後還要轉折說 對 轉折說 妳們也可以啊 妳們幹嘛不要 這種型號像不像小三 對 像不像 而且喔 根據專家統計 社會上真的小三喔 台行來講老二巨多 找到 真的假的 我們所有人從小沒有存在感 他們長大以後 對 得不到愛對不對 他們渴望要得到幸福 對 而且他們從小已經習慣了 對 而且他們從小已經習慣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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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老大畢竟就是 爸爸媽媽的第一個小孩 他得到的愛 確實就會比較多一點 像我自己也有個姊姊 姊姊的所有的一切 就是我的飯粉 我想要跟你一模一樣 因為你就是我的大姐 我最愛你 我的世界只有你 所以你又來了 對 那個嘴臉出來了 那個嘴臉出來了 我想要跟姊姊一樣 他在那個嘴臉上說 姐 我就想要跟你一樣 對 所以你的老公我也喜歡 我是想要姊姊都把自己的 我想跟你得到一樣的幸福 對 好厲害 因為姊姊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飯粉 而且我真的是很愛我 很愛姐姐 我希望跟他一模一樣 跟你有什麼不對 一盒裡發 你們兩個是忘了奶嘴的存在 我自己拿掉 整理越聽越不是味道 我跟你講老二真的會很討厭 那因為我第二 我下面那個不是妹妹 是弟弟 那你知道弟弟就更可惡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那個時代 還有一點點重男輕女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弟弟生下來的時候 就大家關注都在他身上 那當然我也沒有在跟他計較這些 可是你知道 有時候難免會打架 因為他有時候看 跟你講話很沒禮貌的時候 會覺得我是姊姊 你跟我講話這麼沒禮貌 我就想打他頭幹嘛 只是這樣拍他而已 完了 我絕對沒有怎樣 他跟我說他流血 破皮了 他說 你把頭打破皮了 流血了 我說那我幫你拆 他說不要 我要去樓下看醫生 他就自己去樓下 你知道嗎 然後等了很久很久 因為我爸爸也出去了 跟我媽一起回家 你知道他回來 那個頭包著 哇塞 你知道 你知道嗎 然後我媽就回來 你看他是不是很長的那一道 全部包起來 又往自己往舊 你知道嗎 然後紗布還有剩嘛 就繞到手來 然後就變這樣 你知道嗎 而且你知道他包完 他不直接上來 他在樓下等我媽回來 然後跟我媽說 我現在都不敢回家 你看他把我打了 怎麼那麼嚴重 他一回來我媽媽把我 媽媽把我打一頓 你知道嗎 你說你怎麼知道欺負你弟 把我要開始 家裡所有的東西 說不說活 要打掃幹嘛洗碗 本來都是我跟我弟分配 沒有 就是懲罰我 我都要做 然後弟就說 我跟你講 老二 都會有一個最討厭 就是怎麼樣 你看 不是 這個我真的要講 我覺得 因為說就是老二真的太乖了 所以我們 老二真的很乖 沒有 我覺得有的時候 我們就是不搞一點事情 那個爸媽會不知道 我們有多乖多聽話 我們剛上大學的時候 就是雖然他會想要機車 但是他就覺得先不要買 他覺得大一大先不要洗 大三大四 可能個性比較穩定在買機車 可是我哥偏偏不聽 他大一就偷偷買機車 爸媽媽就一開始 真的都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我知道 然後某一天哥哥就 放學的時候 打電話跟我講說 妹我今天會晚一點回家 我說你幹嘛 他說那個我出車禍 你不要講 對 但其實沒有很嚴重 就是有點皮肉傷 他還送去醫院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不行啊 拜託 我搞事情的機會來 我 我真的不認識 我真的不認識 因為 我跟你講是有原因的 我要讓我媽知道說 我聽你的話我才是對的 然後我就 我就敢去醫院看她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我打電話跟我媽講這件事情 我就打電話跟她說 一到醫院電視是拍照 拍照給她嗎 你不要的啊 去收證的 隔出車禍 他偷買機車你知道嗎 然後媽媽就真的 看到之後很生氣 就衝來醫院罵哥哥 然後我就說 我就在旁邊說 媽 我跟你講 你看吧 我就說 就不能讓他買機車吧 你看他現在這樣買機車 然後要受傷 我聽你的話我才是對的啊 不是嗎 對啦 而且我們也是為了哥哥的安全啊 就是不能買機車 對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 快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跟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再見